恩典365 仍然要祝福你 在今天一整天当中 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 定睛在主的身上 转眼仰望神 就是一个恩典 我的眼光不看神 我就会看环境 就会看自己 就会看难处 今天这一整天 不断地提醒自己 转眼仰望神 这几天我们在分享 从路德记里面看到 这个蒙大恩的女子 一个外邦的女子 却进到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 成为一个这样蒙福的女人 她身上一定有许多事 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昨天和大家分享说 她回应 很多人都享受神的爱 有的人享受完了就算了 哦很好 继续走自己的路 好像阿尔巴 继续走自己的路 从此就从祝福里面出局了 但是路德不一样 那个爱吸引他 他回应这个吸引他的爱 继续跟随 就走在神的恩典里 选择跟随主的角中行 使我们继续活在神的爱里面 而今天要跟你来分享的是 路德这个人生命里面的第二个值得 我们学的榜样叫做 顺服 顺服权柄 他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是什么 他是一个做媳妇的人 他跟着婆婆回到故居 他选择顺服 其实照环境来看 现在是他照顾婆婆 是他出去拾卖水 是他养活婆婆 但是他不是心中充满苦毒的说 我凭什么要照顾你 我真是倒了没了 我怎么 不 这是我的选择 然而他降服在那个权柄之下 好多次在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 这么多年来 我享受的一个属灵原则 也是一个祝福 那就是顺服就蒙福 当顺服 人就走在祝福里面 路德在他的生命当中 在路德记第二章第二节 他说 他对他的婆婆说 容我 请容许我 往田间去 我蒙谁的恩 就在谁的身后拾取脉穗 我去减脉穗来养你 我还要征得你的同意吗 是 他就是顺服在那个权柄之下 现在我要去做一件事情 但是 我觉得这个事很好 很重要 然而 我降服在那个权柄之下 如果你同意 我就做 如果你不同意 我不做 容我 允许我 换句话说 我征求你的同意 在路德的生命当中 你常常看到一个顺服的榜样 到了第三章 路德是跟他的婆婆说 凡你所吩咐的 我必遵行 然后呢 路德就照着婆婆 所吩咐他的而行 他不只是口里说 我愿意 他的行动上 真的就照着那个吩咐而行 路德的一生当中 享受这么大的祝福 他选择跟随主 回应上帝的爱 他跟随主 他选择 顺服在属灵的权柄里面 你在一个公司里 如果你要在公司当中蒙福 选择顺服权柄 你在一个家族当中 选择顺服权柄 你在一个教会里 选择顺服权柄 顺服就蒙福 我们一起祷告 主要我们在你面前承认 很多的时候一件事情发生 我们都有很多 我的想法 我觉得应该这样 我觉得应该那样 我想要这样 我计划那样 但是求主给我们一个恩典 不论我的想法怎样 好像路德一样说 容许我 我愿意降服在一个权柄之下 求你帮助我们一同经验 我们不只是顺服一个人 我们顺服的是上帝 你把我摆在这个位置上 你把我摆在一个权柄之下 顺服就蒙福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请你记得 你所顺服的不只是一个人 你顺服的是神的权柄 是神把你摆在祂的下面 你愿意顺服神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